所以孟夫子讲那一句话 我们再来回来看 在道场我们刚学到的时候 不是引用到这么一句话吗 所谓的十六字心法里面 我取前面这八个字 无人之信 唯金唯一 唯金唯一 允直觉中听过了吧 什么是唯金 是讲上天赋予我们的 那个灵明的本性 他是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染污的 金者没有杂质也 这段话你们书上没有 这是我今天早上才补充进去的 金者就是增果凡奖的 制成 没有一丝一毫的一个妄念 我今天在跟我们的道庆在聊的时候 他说我们学到就是要找回我们灵明的本性 我说好 请问你本性是什么 本性就是我们的良心 那良心又是什么 良心就是那一点灵光 那一点灵光又代表什么 各位前显 如果今天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问到你的身上 你给我的答案又是什么 有很多的话 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朗朗上口 但是我们只是附送而已 却没有真正的把这些意理做一个融合 当我们只知道良知本性灵光 却不知道这些的名称之后 所隐藏的实际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在修的过程 你就有可能六根往外放 而犹然不自觉 既然谈经没有任何的染污 没有杂质 谈经不是讲嘛 一念不生嘛 你没有妄念啊 你没有妄念 你就不会有妄形 因为有念头才会带动我们的行为 所以妄念是为一己之私而起 以这样的为了一己之私所带动的行为 所谋的也是个人的利益啊 那各位前显 我们有没有妄念 你不可能没有 你有妄念的时候 心就不清静 所以不论你称他良知 灵性 灵光 佛性 真如 你用什么样的名称 从他都无所谓 他代表的含义就是 里面有够干净 你要有够干净 就要扫尘除够 所以我六根对应外的时候 每一个时刻 后学上一堂课有题嘛 何谓触目惊心 我们看到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物 都会带动我们的情绪 看到人迎面而来 心里面就开始默默的什么 评比了 这个人长得美 或者丑 穿的有没有 奇不奇怪 那个都叫做触目惊心 眼放出去了 自信 揽尽为尘 揽尘为尽 你揽尘为尽 才会用自己的主观角度 去衡量对方 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觉得 外面的环境很吵杂 我们师尊老大人讲 最吵的不是外面 是你那一颗心啊 你在不断回光返照的时候 才发觉 里面是片刻不停息的 念念相续不断 念念相续 却喊得有一个是正念 正念一定是在 无我的情况之下 才会流露于外的 即便我们没有 往外面接触 外面的沉静 在家里面 我就问道清 今天你生的少 只有一个 你也会起这个情绪 你生的多呢 情绪变化更多 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 哎呀因为母爱 哇一听到母爱 我都肃然起敬 为什么 太伟大了 人世间最伟大的 就是母爱 可是那种母爱 母爱的存在 建立在全然 无我的情况之下 才叫做伟大 那请问你 你的爱发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我 绝对有 如果没有那个 我念的存在 这一路上 你对于孩子的爱 不会有任何的 一个变化的 讲这个话 坤道就不高兴了 哎呀我们最引以为傲的 一个感情 你都把我们讲的 一文不值 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各位前嫌 什么叫做行差 到了今天我们三教经典 不断的在累积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倒血 你在回光返照 只是返照 今天这个话讲的对不对 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 您不觉得太粗线条了吗 太粗了 说错做错 还要晚上回去整理 才发觉有对有错 太慢了 因为言行是行诸于外的 带动言行的是你的念啊 所以修道修心 修心修念 不在一切静里面去锻炼自己的心 你修的是表象的功夫 七真十段看过没有 汉中离教那些的后几支秀 怎么修 不要修一个千功和岸 不要修这个 不要修那个 那个都是表象 好好修你的心吧 我们的心如果修好了 五常之德 一时顿线 因为心修好了 心无我 无我不为一己之私牟利 请问你怎么会说错 怎么会做错 所以正本亲人之道 再修一个念 我们以为在家中太平无事 因为我们发号司令 对不对 太上女皇一站上台讲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俯首称臣 女权当家嘛 那你修到就要有个 截然不同的一个思维的角度 我问了大概有七八位 十位 他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于孩子的那种爱 从头到尾没有变化 我举个例子 你为什么在不同的孩子里面 情绪会有变化 孩子一做比较 就会有比较乖 比较不乖的 有的表现 气我们意的 符合我们标准的 你爱的就比较多了 然后那一个如果表现不太好的呢 心情好爱得出来 心情不好 看到就讨厌 你们在座有为人母的 你想想看 你这一路抚养孩子 你对他的爱都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吗 你难道那个爱没有随着你的情绪而有变化吗 那个情绪从哪里来 从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他的表现如不如你我的意而来 对不对 有没有够自私啊 这就是自私啊 你也不要气馁 那这样子学完道以后 我连唯一自傲的感情都不见了 不是不见了 而能够用一个更高的什么 火候去锻炼他 去要求他 有这样的一个火候 会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任何繁杂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因为你对劲不升心 你的智慧就会显现于外 孩子不乖的时候 你粗言粗语 容色不好 会带来正面的回应吗 不会 火上加油 所以您才了解 原来修道 可以让我的家庭更为和谐 和谐的原因在于 我让我自己提升了 我们对手足 如果对儿女都如此 你对其他的人感情 都不够干净 你为什么爱你先生 开玩笑 我先生一年365天 做牛做马 时间一到薪水双手奉献 叫他往东 他不往西 叫他往南 他绝对不犹豫 不敢往北 这样的先生 你会不疼吗 请了一个用人 又不要支付薪水 他还要倒贴给你 你爱我也爱 老婆也是如此 可是哪一天如果先生的表现不是这样子呢 你还爱吗 如果都会爱 离婚率怎么会一直在暴身呢 患难见真情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关照我们自己的时候 不应该再用那么一个粗的标准衡量自己 而是在很隐为的六根对应六成 不论那个沉浸 放在于天下 你可以透过电视看到天下的什么 一些新闻讯息 你可以透过电视得知国内的消息 然后进处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 你的职场 你的道场 当我们的眼耳鼻舌往外去放的时候 有没有一瞬间的自信离开了这个肉体 用人心当家 人心一当家就落入分别对待 一落入分别对待 他就做不到下面这个一了 有外境的染污 他就不能一 一代表一个绝对呀 二以后就是相对了嘛 这什么叫做一 不与万物为吕 超然于物外 我们都与万物为吕 财色明时睡 你说那圣人难道就没有这些吗 有 但是不义之财 与我如浮云 没有妄念 一单时一瓢饮 回也不改其乐 安平乐道 圣人也有吃喝拉撒睡 但是他的日常的行为的举止 是用那么一个淡然的心态 行诸于万 你我不一样 吃到好吃的有没有 多吃一些 碰到不好吃的有没有 有够倒霉 我今天来餐班 连中午这一餐 都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意 这些都是你心念的变化 你要让心性不断的再提升 各位前嫌 这个就是戒胜恐惧之由来 为什么 因为在静动之间 都离不开要休止 所以不要认为 我讲话举例不太好听 我只是希望抛砖引玉 给大家更一个深入的思考的方向 因为这就是我最近 应该不是最近 从去年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 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那种成就 我最后都把它重新整理 我也很引以为傲我教养子女啊 摆到台面上 谁敢说我的教养是不成功的 学历有学历 品德有品德 你看的是表象 看的是织末 在所有的教养过程里面 在所有在面对它的对应之间 那颗心有没有平静 不平静就是我的观念进来 不平静你就不能够去聆听 聆听对方的一个心声 所以我们觉得是 外面的镜干扰我们 浑然不自觉是自己的心有妙 把那一滩的水给它搅混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把自己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就是孟夫子所讲的 顺此今一之信 以知弑君则中 八得你就自然而然行诸于外 弑心则孝 处夫妇则和交朋友则性 所以先把自己的内在扫成除够 你这个该做的五轮之道 才能够很自然的行诸于外 这是中庸所讲的率性之味道 这是唯经唯一 后面的那四个字 允殖绝中 允殖绝中就是 守信不疑 死守善道 我复信之后 找回了我的原名本性 然后我能够把这个信 报到奉行 再也不让他流失出去了 这个是我们要从凡夫进入到贤关 迈入到圣域里面 要逐步去锻炼出来的一个火候 所以你从这一段来看的时候 各位前嫌 我们的孝地中性做得不够圆满 那这一段话出来 就是我们在王凤言行录所讲的 我们在行道的时候 尽道而不要道 因为里面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一切淡尽自己的责任 能够做到肃其位而行 那是真正的责任负起 那你这一条佛规圆满无缺了 所以各位前嫌 您认为很容易吗 哎呀 我省私我自己十五条佛规 今天都没有犯到 责任负起的含义 还有这一条啊 所以义里有粗细为玄妙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要逐步的博学审问跟圣思 于是我们在考核自己的角度上面 你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什么 一个过滤 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六根就渐渐的不往外放 而那一颗心 你就能够收放自如 你的喜怒哀乐不为外境所牵纳 做一个自己真正的主人 所以性被冤 勿冤则不惊 我们刚刚讲过嘛 所以六根放诸于外 触目惊心 那一切的作为不能率性之味道 道心不起 人心就开始作用了 心的表现就是两个不同的思维角度 一个道心一个人心 道心是公心 道心是无我 道心有万善美德啊 心诸于外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道心如果隐了呢 佛心不见了 魔心人心就起来了 人心叫做情啊 感情在作祟嘛 就是我刚刚讲的 孩子乖我很高兴 孩子不乖 我的情绪就没有那么高兴 先生的钱交回来听我的话 我很高兴 先生今天如果没有过多的物质 跟我享受的时候 我对他的感情就越来越淡薄 为什么 在评比之下我会想到我嫁给他干嘛要这么累啊 我碰到一个一个道青 是道场的人 他的先生快七十了 他几乎容不得他先生一天休息 他希望他先生因为是做 做所谓的水泥工的有座有钱 他容不得他休息 发薪水的时间到的时候 他立刻打电话跟人家雇主要钱 所以我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事项 我心里很感慨 我们美其名叫修道 但是在三轮关系的建筑之下 也只有利而没有义啊 这是真实的事情 我常常很感慨 这修了三十年 到底修到哪里去呢 但是前车之间呢 别人就是我们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 你在感慨别人的时候 要回过头来提醒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卑鄙的信念而不自觉呢 所以不用道心用人心 他就顺情而不是率性 顺情 情则有私 相对而立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不仁 我就不义 听过这句话没有 那个叫做情 那释迦牟尼佛 孔圣 孟圣 或者到场的大德者们 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一笑吱吱 我对你的那种关爱之情 从来没有任何的缩减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视线 提伯达多对他那么坏 阿瑟是王屡次要跟提伯达多杀他 佛陀从来没有放弃提伯达多 明知提伯达多七天之后要堕地狱 佛陀还有救他之心 他还去劝提伯达多 劝了不听也只有顺其自然 阿瑟是王曾经谋害于他 当阿瑟是王希望见到佛 跟他由补忠忏悔 谋得内心的一个宁静 以求将来不受地狱之苦的时候 佛陀也是很 很慈爱的张开双倍啊 接受他的一个什么 一个道歉 为他讲道理 让阿瑟是王到最后 能够成为佛法里面的一个大护法 因为他顺着道心 道心无我 何来你对我的不利呢 可是人心有啊 人心有一个我在的时候 你给我方便叫做有利 你不给我方便就是对我不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思维的角度 是在考量我有没有得到利益啊 我从对方的身上得到利益了 我就很高兴了 所以我们修道的话 是要怎么样一个态度 既然知道寻道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四肢百害 由自信做主 寻情 他就会人心抬头 所以修道就犹如道德经里面 老子用射箭之说嘛 箭如果抬得太高 不能郑重法心 你要压低一点 压得太低的时候 你要抬高一点 这个叫做 我们不足者补之 有余者除之啊 就像我们在修理东西一样嘛 把多余的东西给它少掉 我们现在很流行养生之道啊 有些稻青定期要去排毒 哎呀这两天是我要去排毒的时间 我要又什么排毒 我们都注重这些外面的PM2.5的一个所谓的污染 吃的东西农药的污染 但是那个命不该死 毒不死我们的 那那个心毒呢 心毒可以让我们这一生有没有 不得自在 让我们未来生六道轮回无法出脱 有没有想要把那个心毒给它扫掉 心毒从何来 从人心而来 人心就是从情绪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显而易见 所以你要不足者补之 有余者去之除之 你修行的方法就一定要顺着 孔夫子所说的 戒胜恐惧啊